在1960年代,不但电影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乐剧也掀起一股潮流,当时还涌现九位优秀的女艺人,她们还是知名的乐剧二帮花旦,人称九大姐。 接下来一起看看九大姐都有谁吧。 1.谭倩红 谭倩红是香港资深老戏鼓,也是香港知名的乐剧名龄,她出道前曾学习京剧,是京剧名师粉菊花与吴希依的徒弟。 擅长京剧、乐剧,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花旦,1947年开始拍摄电影,从影多年拍摄过超过180部电影,但那个年代的女性都比较早婚,她也不例外。 嫁人生娃后,她一度淡出娱乐圈,直到孩子们长大懂事以后,才重回影坛。 之后,谭倩红陆陆续续拍摄了很多影视剧,合作了无数大咖,根据港媒的报道。 谭倩红接受了电台节目的专访,与主持人大谭那些年影视圈的趣事,勾起了不少听众的回忆。 曝光的镜照中,罕见露面的谭倩红穿着橙红色花纹上衣出镜,两只手各戴了宝石戒指,脖子上还戴了一条翡翠项链点缀,配上精致的妆容和发型。 打扮贵气逼人,很显然他退休后的生活过得很富足,虽然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少痕迹,但他面色红润,精神十足,还对着镜头比剪刀手卖萌,太活泼了。 接受访问时,谭倩红还与主持人大谭但出目前后的生活,主持人问他退休后的生活过得怎样,他表示,生活很规律。 虽然谭倩红至今仍充满活力,但自从为亚视拍摄完剧集八号巴士站战情后,他就没再接戏了,吸引的他是越来越少在公开场合露脸。 上一次见到他还是在他丈夫离世的时候,之后他基本都是身居剪出,但大家对他的境况很是关心,不知他老人家身体如何。 那么巧的是,TVB监制陈宝华曾晒出了为谭倩红提前祝寿的照片,再见到谭倩红,依然精神异异,神采飞扬,身体还是那么好。 而对于付出荧幕演出,谭倩红也再三表示不会再出来了,更多的时间还是享受而孙福,毕竟已经高龄,身体再好也很难扛住拍戏的艰辛,身体健康就好。 二、李湘琴,李湘琴原名李瑞琴,他出身富裕,十四五岁时爱上看乐剧表演,更迷上当时的明灵人建辉,小时候便立志要入戏行,初二就直接辍学学习乐剧,为学戏他从千金小姐变成梅香。 从低做起,由于热爱,入行两年就得到认可,十六岁那年,李湘琴就正式踏足舞台表演乐剧,曾有乐剧中的第一女配角之称。 然而他的志向并不止于此,他渴望更大的舞台,于是他辍学,行走江湖拜师学艺。 1950年,李湘琴邂逅了同样喜欢乐剧的肖仲坤,二十岁,情窦初开的年纪,相处中两人擦出爱的火花,身陷爱和无法自拔。 1952年,两人正式结婚,李湘琴生下女儿,可与丈夫却难逃七年之痒,婚后五年,两人离婚,前夫肖仲坤出国,女儿由他抚养,婚姻失败。 但是事业却迎来了转机,又是年代,李湘琴遇到了改变其一生的贵人关德兴,自此之后,他正式踏入演艺圈。 2008年,李湘琴接下《唐新风报》二支家好乐园,从此走红,演而优责唱的李湘琴还出过流行单曲。 不仅如此,他还与圈内有人合伴娱乐公司,事业如日中天,在别人都忙着安享晚年的时候, 他依旧为当初的梦想所坚持,2011年,他荣获万千光辉演艺人大奖,肯定了他对娱乐圈的贡献,春蚕到死丝方尽,蜡聚成灰类屎干。 就在我们以为李湘琴会继续在影坛发光发亮的时候,他却消失了, 而当我们再一次得知他消息的时候,却是天人两格。 其实李湘琴的身体状况从多年前就已经不太好了, 当时他在片场拍戏期间不慎发生意外,从这开始,李湘琴的健康状况就被证实是每况愈下。 2015年,有报道称李湘琴经医生诊断有初期脑退化症, 他偶尔会被拍到坐在轮椅上由家庸推着出行, 他身材暴瘦,神情有些恍惚,此前传出他病危,不少圈内好友和网友们还为他祈福。 没想到再次传来消息竟是永远的告别,令人惋惜。 3.任冰儿 据香港媒体报道,知名乐剧演员任冰儿曾遇在家中离世,享年91岁,据了解。 任冰儿在睡梦中与世长辞,家人发现后随即叫救护车送往医院。 后广华医院证实他已离开,其干女儿表示,老太太走得十分安详,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他。 任冰儿是乐剧《红灵人见辉》的堂妹,也是知名乐剧演员石燕子的遗孀。 二人曾是香港乐剧界的模范夫妻,任冰儿天赋过人,11岁就加入了剧团,并从梅香做起,之后逐渐升为二邦花旦,还曾被封为二邦王。 1940年前后,他加入任建辉和陈彦农创立的新生乐剧团,后来又进入著名的先凤名剧团担任主演。 乐剧《明灵人冰儿》在戏班度过了仪式光阴,留下了多部乐剧经典作品。 冒蝶之年也仍然坚持穿着戏服,画上精致妆容登台演出,他培养后代人才。 称得上逃离满天下,为香港乐剧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得知任冰儿去世的消息后,亲友们都深感悲痛,众人都发文表达了对这位乐剧《明灵》的缅怀之情。 愿这位老艺术家一路走好。 四,朱日宏,出生于演艺世家的朱日宏,在家人的熏陶下,从小就有了踏入演艺界的梦想,由于在家中排行老八,所以家里人都亲切地称朱日宏为八妹, 早年因为在三哥的带领下,朱日宏凭借特有的气质如愿踏入了演艺圈,后来朱日宏也不负家里人的众望,凭借特有的演艺天赋,迅速走红,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热爱电影事业的朱日宏也慢慢放弃了目前的工作,开始专注于从事电影幕后的工作。 凭借超强的厂务能力,他当时也成为了香港电影界公认的厂纪王。 他的称呼又由当年家人口中的八妹成功升级为往后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八姐。 从1952年正式踏入影坛,直到2003年拍完最后一部电影正式宣布退休。 可以说,朱日宏的电影事业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纵横影坛多年。 朱日宏合作过无数影帝,影后,虽然他脾气比较火爆,但是他提携后辈,尊敬后辈也是圈内出了名的。 尽管自退休之后,朱日宏就已经很少出现在荧幕之上。 但是每年朱日宏过生,都会有不少香港电影界的人士为他庆祝生日。 可见朱日宏在香港电影界的人脉和人缘有多广,退休之后,朱日宏也没有半点闲着。 80多岁,还依旧非常勤奋好学,可以说朱日宏又能演,又能画,还能倒。 真真正正的是一枚全才,可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据港媒报道。 朱日宏突然传来去世消息,中年86岁,作为朱日宏好友,香港导演张国明也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对朱日宏的深切哀悼。 据悉,张国明曾经和朱日宏有过多次默契的合作,两人还曾经一起登顶珠穆朗马峰。 在生活和好工作中,朱日宏不仅是他的老师,同时也是他的挚友,因此在张国明的信中, 朱日宏是香港电影界绝对的重点人物,值得他尊敬,同样也值得他永远铭记。 对于朱日宏的突然离世,香港电影界也是一片愕然,向大家所熟知的香港导演。 演员黄百明,对于朱日宏也有着崇高的敬意,虽然两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合作, 但是曾经并肩作战的日子,黄百明也依旧历历在目,在他心中,朱日宏就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电影人, 回顾朱日宏的一生,可谓充满了各种传奇色彩。 可以说,朱日宏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电影事业,他应该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最后,也愿天堂没有痛苦,朱日宏老师一路走好。 5.金影莲 他原名因为金影莲。 由于经常被人误写,习非成事,很多人都写作金影莲,在孩童时代他就随父母移民南养。 金影莲在1961年,偶然来香港,戏剧化班进入了香港的乐剧及电影工作。 他是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乐剧《二邦花旦》及电影演员。 从银幕处女作《神蛇飞虎就正宫》至电影西影作《摩登记宫》,约演出70多出电影。 6.许清清 香港乐语电影演员及乐剧工作者,初遂薛觉仙习义,薛觉仙病逝后转败于立真为师。 一直追随左右,许清清戏路甚广,由二邦花旦到女丑,甚至反串丑声和舞声都能胜任。 直至隐退娱乐圈。 7.黎昆莲 她自幼学习乐剧,也是香港乐语电影演员。 1962年,嫁摄影师黄铁熊,育有两子一女。 1982年,举家移民温哥华的同时,隐退。 8.英丽丽 祖籍广东新会,家中排行第十,人称为师姐,十四岁时随姐姐入戏行。 15岁已是剧团第三花旦,1950年代初跟任健发结婚。 1959年离异,后隐退戏剧行业与子女移民加拿大的卡加利生活。 9.杨素琴 1928年3月30日,杨素琴出生于广州的乐剧世家,她与五岁时随双亲来港定居。 6岁时,她便首次在电台公开演唱中洲画骨枪子侯独唱曲《骂玉郎》。 小学毕业后,杨素琴随夫妇湛江市广州湾加入决先生剧团,自此正式开展黎园一坛生涯。 杨素琴于大陆演出回港后,曾跟随京剧民宿邹来一席唱,自是学得眉派的唱腔风格。 杨素琴此后声名日照,常到中国大陆、越南、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地走步登台。 1949年,杨素琴首次参与电影演出,此后直至1969年。 她先后拍摄50多部电影,1961年与香港电影从业者李湘琴、任冰儿、金影莲、李坤莲、朱日红、许清清、英丽黎及谭倩红结义成金兰姐妹,合称九大姐。 1965年,她与关海山、欧嘉生、麦景军、朱绍波及燕桃红等灵人,连妹到澳门妈阁庙演出五天乐剧。 她还拜女画家蔡佩珠小姐为师,学习中国画。 曾在1969年参加在香港大会堂高座八楼举行的蔡佩珠师生画展,向公众展示她的中国画作品。 2021年4月16日,杨素琴获香港演艺学院颁发荣誉院士贤,以表扬其艺术成就。 2022年11月20日早上,杨素琴于香港东区医院因病安详离世,享受94岁。 他们的前半生何其精彩,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事业,带给后辈很多经典作品。 但是有些前辈已经离世,希望他们一路走好。